好 不过这个影片到底是蓝的拍的还是绿的拍的呢 三立新闻带您独家追踪到 到底是谁拍到了这个影片 这个网友说他自己只是一般的乡民 并不是情志单位 不过接着有网友人肉搜索发现 他的太太自称是郑蓝军 所以这个网友身份可以说是相当特别 尤其在这个敏感时机点 又把这个影片po上网更加引发好奇 拍下王金平秘惠蔡英文影片的人到底是谁 这神秘课一度被以为是情志人员 专业的上次不说对政治人物辽若执掌 证明林庆湘民自清他是路见不平 但网友发挥柯南精神 发现事件没有想象中单纯 网友希望IP查到林先生可能怕被搜索 所以在王蔡会面影片快速po往后 他立刻删除之前po的四篇影片 做法相当专业 网友从同样IP也找到桑尼 这绰号小肉球的网友 恰巧对王蔡会发表评论 他合理怀疑拍照的网友恐怕是绿色网军 而且还po出王金平公开场合和蔡英文 摇耳朵的照片 证实两人互动频繁 网友说这小肉球就是把影片po往林先生的另一半 更特殊的是他是郑蓝军 政治评论家加入的社团是中华救国论团 这个我们身为特征检索 从小肉球的推荐人名单搜索Alex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亚历成长的账号 那他这个账号就让个把Alex跟小肉球给关联起来了 他们有共同的第三方关联 零星男子po往动机为何将会越来越明朗 在林新闻综合报道